請問 請問 所有的親友們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賣友求榮賣國求利 王賣瓜自賣自誇 什麼都能賣才能叫做哥的寶島叫賣哥 好 來 剛剛我們稍微有一點點差落差 本來我是打算要 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他就要給我用叫賣的方式 因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已經進來了 你不會看那個這麼熟了 還不會看紅色的廣播中三個字 我剛一直日光離不開你的 你少來 好讓我們掌聲歡迎我們的寶島 趙麥哥葉三俊 各位空中跟我們直播上面的好朋友 大家好我是趙麥哥 好那個剛剛前面其實有大概先這個 介紹一下趙麥哥跟我們之間的淵源 因為大家知道我當年在伊甸市的時候創台 那應該是民國99年的事情 20 民國99年是2010年嗎 沒有錯嗎 對 那其實叫賣哥真的就是 從這個真的是爆紅是2013年的時候 那一次對不對 那是第二波的 第一波還是 抱歉抱歉我失禁失禁 你第二波爆紅的時候 這麼早就失禁了 第一波 沒有這麼早就失禁 失禁跟失禁 沒有啦 那時候 跟主播念一遍 一開始 一開始上媒體的時候 就有一波了 但是真正爆紅是 在2013 康熙來了 康熙來了之後 就一鳴驚人一炮而紅 最早趙麥哥就是在萬華夜市這裡 對 趙麥出名 那為什麼今天會請他來到現場呢 因為辦公室同樂會 叫賣也是一個 其實叫賣大家會覺得你在夜市做 其實現在你打開電視上 哪一個不是在叫賣 你打開你的直播頻道 哪一個不是在叫賣 對不對 整個社群媒體現在都是 幾乎都是這樣子 對啊 所以叫賣人生 你現在現在每天晚上啊 大概八點的時候啊 你打開Facebook 如果不小心就會看到好多 這個在叫賣海鮮啊 叫賣珠寶啊 其實不只晚上啊 你現在24小時都有啊 這些其實人家叫賣哥是十足耶 其實 不敢講 如果那個時候在夜市就有所謂的直播啊 你直接加一個直播架 你在夜市就是一個直播主 其實我做直播的 第一次做直播真的還是在夜市 就還在夜市的時候 是因為我擺好攤了 就在一個星期五的晚上 然後突然下大雨 我要開場的時候下大雨 然後不知道沒辦法 就路上沒有行人 沒有收 那因為我進退不得 我也沒辦法收攤 因為整個夜市都是擺好的 我要測攤也沒辦法測 就只在那邊乾等 然後我就開了直播跟網友聊天 網友就說啊 你背後那麼多商品 你為什麼不乾脆賣錢 下大雨又沒有人 你為什麼不在網路上面賣就好 其實很早 離這個更早之前 其實剛開始直播的時候 就有網友建議我 在直播上面賣 但是我一直在考慮說 哇直播講很簡單 其實你們如果做過直播就知道 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我後來考慮了大概兩年 我才在那一次 我就想好吧 反正就玩吧 就開了直播 可是你為什麼要考慮兩年呢 那一天晚上我 你這本來就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只不過多一個鏡頭而已啊 因為鏡頭 這個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出貨包裝 包掛宅配物流金流 很複雜的 那個真的很煩 真的超煩 而且我又很怕那個 因為我們看過很多很多那種 網路上面 什麼七天賤賞期很麻煩的客服 我不想要去面對這個 所以我一直沒有踏進來 可是那一天我只是單純想玩一下而已 結果那天晚上 大概一個小時我賣了50萬 哇賽 那平常你在夜市裡面 實際大家來來生假的那種 我大概單日營業最高 可以到20幾萬 哇賽 這樣你那天晚上直播就50萬 對 但後來我直播完 我三天沒睡覺 為什麼 我一直在回訊息 對 因為好多人在留言 對你留言你要一個一個去 私底下去私訊跟他 你要問你要買什麼 買什麼 姓名電話柱子一個問 對 而且人很奇怪 你會問他一樣 他回一樣 他都不要一次跟你講完 對他不會一次講完 然後買什麼 光確認這些商品訂單 就三天 我老婆跟我講說 你如果要這樣子玩 你不要做直播 因為我回訊息回了三天 然後再加上包裝 去找商品 然後 那時候沒有跟物流合作 我們宅配單 也沒有辦法用電腦印 還有手寫 我搞了一個禮拜 才把那50萬的訂單 全部處理掉 好 所以我前面為什麼會跟大家聊到這個 這個 這個週末自己家裡面一些小劇場 就是選擇 講到選擇這件事情 我相信對於每一個人來說 你的一生當中都有非常多的選擇 那叫賣歌其實 他的人生當中也有非常多的選擇 經歷了很多 然後有很多的不同的選擇 例如他當年為什麼會開始他的叫賣人生 然後當他被媒體發掘之後 我就在講 他其實很早很早 在2000年的 2010年的時候 那時候跟剛開台的一電視 那時候一電視 我們要做一系列的這個形象廣告 形象廣告 那時候我們就是 我們就有位編導 他就在夜市去拍了叫賣歌 其實在之前一電視有一個 三分鐘的一個小影片 小影片 叫聽他的聲音 對我們就從聽他的聲音開始 從聽他的聲音開始 他先來拍我 因為他的聲音非常有渲染力 沒有啦 所以就拍 然後拍了之後 再去把它弄成 我們的形象廣告對不對 沒有 是後來 後來有這樣 就是跟你們 合作 上面的長官有講 要再 promote 一電視 才拍了第一支 在MOD上面的廣告 你那時候是在叫賣我們一電視嗎 跟大家推薦一電視嗎 是啊 我已經忘記 太久了 然後第二支上 cable 是在宣傳 一電視是第一 第一個新聞頻道 有HD的 那我想起來了 我對你最深的印象 是聽他的聲音 反而後面我們自己的 promote 你知道我們自己是不會看 我們自己的宣傳的 我們哪會就看我們的宣傳帶 但是那時候啊 我就印象非常深 我們在開台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系列 有一個聽他的聲音的系列報導 我確實要說 叫賣哥的聲音喔 你用聽 你聽真的會覺得 天啊我好想要看一下 人長什麼 到底在幹嘛 長什麼樣 長什麼樣子 對所以很多很多的選擇 那叫賣哥最近呢 也把他的一些人生故事寫 寫成了一本書 來喔這本書 非常有他的風格喔 來我要給大家看一下封面跟封面 其實這個封面 這個封面是我的婚紗罩耶 你婚紗罩穿這件衣服嗎 是啊 不對啊你這套衣服 不是後來上電視才打造的嗎 還是本來你就有這套 其實這一套衣服 是我接了一個手機的廣告 喔 手機的代言做了這套衣服 然後電視台看到這個衣服 覺得這套衣服還蠻好看的 喔真的喔 他們才會去做了第二套 就是大家知道他就是 那我拍婚紗的時候 我想說要去 粉紅色亮片西裝啊 沒有因為我從夜市出生了 所以我老婆說我們要不要拍 拍一套就是在夜市裡面的 的照片 那這張照片為什麼當封面 我後來覺得這張照片當封面 很有意義為什麼 因為你看我穿的很閃亮 就是我們後面這張啦 很閃亮 可是我的背景是什麼 我的背景是華西街夜市的那個門 那個拍楼 你不覺得很衝突嗎 就是現在大家如果你上 各位朋友如果你現在上YouTube 搜尋飛碟聯播網 正在直播的就是生活同樂會節目 那你現在看到的就是寶島交賣歌夜生俊 他出了一本書叫做寶島交賣歌夜生俊 然後呢這個封面的這一張照片 他正在解釋喔這一套亮片 我穿成這樣子電視上面的 對的樣子光鮮亮麗的樣子 可是我的背後的背景是夜市 就很衝突吧 那我選這一張封面照片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本書裡面的內容真的是很衝突 就是我的前半段人生跟後半段人生 可能是完全天壤之別 對 怎麼說 你覺得天壤之別哪個是天哪個是地好了 我們看一下齁 你從前面看 前半段幾乎 前半段就是一個浪蕩子啦 前半段幾乎就是一個 全部都是黑白的 然後後半段的照片你就會發現變成彩色的 那是因為前半段時間比較老嗎 不是啦 因為那個時候比較黑暗 所以你有特別挑過是不是 對 那我前半段人生因為我會變壞的原因 我在學校被霸凌 求學被霸凌 然後開始誤入歧途 我十幾歲我就出社會 然後開始因為太早出社會 心智未開 然後就被污染了 然後後來那時候就開始進出監獄啊 吸毒啊打架鬧事啊 甚至我當兵的時候逃兵啊 然後我當兵的時候還遇到很多事情 就是一些靈異的事情 然後包括船難 然後我的前半段人生 我從十幾歲國中畢業開始 一直到三十歲這段人生 全部都是在進出監獄 一直到我最後一次冤獄 書裡面有寫原因 我沒有做的事情 可是我被抓去關了 那時候我們家已經破產 破產之後 我當時候的未婚妻 因為我被抓去關就走了 然後因為冤獄嘛 破產這三個原因 那我在監獄裡面 我就在想說 我如果人生要繼續 你幹嘛突然間卡了一下 我人生如果 感覺突然間很憤怒 想要全人一全 我就在想說 我如果繼續這樣的人生下去 我會不會再遇到第二次冤獄 我會不會再遇到第二個未婚妻 然後就因為這樣跑 所以你在那個時候覺得 你的人生應該要做一點改變 對然後我那時候也第一次看到 我爸爸為了不是他自己而哭 我看過我爸爸哭三次 前面兩次是因為講到他的生事 生事這裡面也有寫到 然後他 我唯一看到一次哭 不是因為他自己的生事哭 就是因為我 他去看我 監獄看我的時候 一看到我就跟我講 他只講了一句話 你知道律師估計你要判幾年 大概25年 就沒有再講話 他就開始一直哭 因為我最後 後來我才知道說 我最後一次交保 是他把車子賣掉 然後去把 去換我的保釋金 然後我後來因為逃亡的關係 保釋金也被沒收了 所以他因為這樣哭了 不是啦 就是 就是讓我碰到很多事情 然後 我出獄之後 我回來其實我們家裡面的人 沒有對我任何的怨言 然後 以前我爸爸 以前我爸爸算是 很有錢 有錢到很恐怖那一種 三天可以買一間房子的 的收入 後來破產了 我出獄之後 我們舉家全部 都搬上來台北 我本來小時候住在台中 30歲以前都住台中 我們搬上來 住在三重的一個 廢棄的成衣工廠 就家徒勢必 連一張床都沒有 我跟我弟弟是睡 就是 睡地板 睡地上 就用我們的紙箱 把它打地鋪 就睡在地上 那時候我爸跟我講說 他這輩子 什麼榮華富貴 什麼物質生活 他都享受過 但是 就是 他覺得 我們住在 鐵皮工廠 鐵皮屋 那一段時間 是他覺得最幸福 最快樂的 因為 全家人都在 因為我十幾歲 國中畢業 我就離家了 就再也沒有回家 不是 想回去也不能回去 因為警察都會在 我們家外面埋伏 要抓我 對 所以有 十幾年的時間 那天我是都沒有跟家人相處的 我爸爸跟我講說 我一回來 那抱著我就說 喔 那個現在都是過去 忍回來就好 那時候才開始讓我想說 我真的想要走回來 其實一開始我也不是做 我不是做叫賣這一行 夜市我其實做過還蠻多的 在夜市裡面做別的事情 對 也是擺攤吧 擺攤啊 那個什麼 為室嗎 沒有啦 感覺你比較適合做為室 沒有沒有沒有 為室那是 那是前半段人生做的事 後半段人生 我們在夜市裡面 麻將冰果你知道嗎 不知道那是什麼 有一種 有一種麻將攤 然後上面都吊滿了娃娃 你去玩那個 你冰果連線 然後可以換一隻娃娃那一種 不知道耶 我第一個夜市工作是做那個 喔 對 後來也是固店嗎 沒有 自己擺攤啊 自己擺攤 然後讓客人來玩這樣 對 後來才開始做叫賣 叫賣是因為被破的 為什麼 因為我爸爸 我爸爸後來 就高血壓 不能一直講話 我媽媽生意不好 對 請同行來幫忙 他同行來幫忙 能幫的時間有限 所以你爸媽那時候也在夜市嗎 就 對那時候就開始 他在我之前先做夜市 喔 所以你等於接他啦 就破產之後 我爸爸一個朋友 他去跟他借錢 可是他就說 我沒錢啊 但是我手上有很多商品啊 要不要你拿我的商品去換錢 所以我爸就開始做夜市 這樣子 喔好辛苦 後來你接手 因為家裡面 爸媽沒辦法嘛 你就開始接下家裡面的夜市攤子 開始交賣 然後開始賣 然後一開始也不是 生意不好 沒有不好 就 普普通通 但一直到有一天 我的朋友 帶著他另外一個朋友 來看我賣東西 看完之後他跟我朋友說 我朋友說我不好笑 他跟我講 跟我朋友說我不好笑 我朋友跟我講 那你會講說 啊你不好笑 那就代表你有看過好笑的吧 對啊 所以我就問他 我說那誰很好笑 他就跟我講說 在南部有一個人 賣東西很好笑 所以我隔天我就休息了兩天 我去那一個人的攤子前面 坐了兩個晚上 天啊就是專門跑去南部看他 對 賣東西有多好笑這樣 對 那好不好笑 很好笑 那時候我把他當做神在拜 他真的是叫賣神 後來因為這件事情 我就回來了 我就跟我媽媽講說 你 我不想要再 我暫時不想要做叫賣 因為我就想說 台灣這麼大 有那麼多菜市場 有夜市 有黃昏市場 有跳槽市場 這麼多人在做叫賣這個行業 不可能就只有一個人這麼厲害 我覺得台灣一定會有很多地方 只是我們沒有發現 有這麼厲害的人 所以我從那一天 我一回來我就跟我媽媽講說 我要休息 我就休息了一年 那一年我就開始環島 我就全台灣幾乎所有的菜市場 黃昏市場 跳槽市場 夜市 我都去 我就帶著一些可能購物台的小商品 就一個桌子就可以做生意的 對 然後我就很早會去 我提早的人去擺攤 擺完攤我就會去逛那個市場 看看有哪些是跟我一樣是 在叫賣的 靠麥克風在生存的人 然後那時候我就會 我會提早去 然後我知道哪裡有這種攤的 我就會開始做生意 做完我會提早收 別人都還沒收我就開始收 然後我就會跑去看別人賣東西 那我們的手機有一個錄音功能 對 我就會去 我會站在那個攤子的前面 然後眼睛看他在操作 因為我們在看的時候 沒有辦法記得他講什麼 所以我眼睛是在看 好錄音 手機在錄音 回去之後 我在睡覺前 就聽著這些錄音 聽到睡著 天啊好感人喔 欸聽好朋友們 你們現在知道 為什麼一個人能夠成功嗎 因為我想要講的就是 大家一定會覺得 哇賽叫賣哥 你就是天生會講話嗎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你才有辦法 在夜市闖出 你要是沒有辦法 在夜市叫賣這麼有名 你有辦法登上大螢幕嗎 有辦法拍電影嗎 然後在電視啊 然後後來又自己開自己直播 他沒有天生就很會耶 他天生可能很會打架啦 其實私底下 很會為事啦 那個 他真的很不好笑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私底下我真的是很不好笑 而且很沒有話的人 對 每一次碰到 每次碰到都不知道要講什麼 就寒暈兩句之後就 就 好那我們先忙喔 就默默各做自己的事 哈哈哈 私底下我是一個 不太說話的人 所以有些人 很多人都以為我是 都說我大頭症 其實不是 我是 我私底下不太會說話 那我們先趕快改變一下好了 因為我們剛剛聽到 是他很真誠的 在講他的故事 你現在如果叫你賣一個東西 馬上叫賣哥上身嗎 對啊 你要賣什麼 來現在要介紹這一本是我的寫真集 有沒有看到裡面很 真的啊 不像寫真集嗎 打開裡面有很多照片啊 來 但是先講了齁 來 這本寫真集裡面三點不漏 那要看我三點全漏 待會久久我們都去扁揍 這個是我的書 我花了45年的時間寫了這本書 這本書現在 全選百貨公司大賣場 便宜貨重賣場 沒辦法賣一下 你賣 全神2000家書局有在賣 那一間書局叫2000家齁 沒有啦 這本書齁來 拿回去齁 雖然7月過了 不好意思齁 放在門口可以避邪 放在床頭可以避孕 為什麼 因為如果看到這張臉 你就做不下去了 好不好 來這本書齁來 跟你跟大家講一下 所有的那個實體通路 網路上面都有在賣 然後咧 我們11月14號在台中 你幹嘛那麼快就打 我要先講一下嘛 11月14號在台中的金石堂 台中店會有簽書會 下午3點到4點半 好 而且那天會有去的人 還有小禮物 真的嗎 對 我個人我老婆出的小禮物 限量的 現場去的人才有 好來我們剛剛就讓他自己叫賣一下他的書 我剛剛本來想要叫他叫賣 隨便拿拿一個杯子啊或水壺叫他叫賣一下 他就說我可以賣我的書嗎 可以 這本書很厲害喔 看來數時無在賺錢無人在走東西走燃 百賺錢穿抖抖 老人看來吃百里 小孩看到好用字 老婆看了 感情會順利 這些其實都是制式的 前面換任何商品都可以對不對 不一定 要套 其實 其實這種東西喔 他很正在回答我 好我跟你講先休息一下 很多東西都有固定的套路 好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喔 剛剛他已經把他的這個 我原本要講的有關於這個書的資訊啊 簽書會他都講完了 等一下回來 我們就來講 你環島環完之後 因為其實現在做業務工作的人很多 業務工作也非常需要講話 但當然不能就是像這個 業務可能就沒有辦法講這麼多笑話啦 但是怎麼樣去練習你的說話 然後很順 然後重點是能夠吸引別人注意 這其實是你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對不對 所以我們休息一下回來教大家怎麼講話 可以吸引別人注意 但不見得要叫賣喔 對不對 好回來我們再來聊 今天在我們現場的呢 是 算是我們在工作上就認識真的很久很久的老朋友喔 報導叫賣歌葉生俊 最近他把他的45年人生寫成了一本書 前半段真的很恐怖喔 大家不要看 很恐怖 一定要看 很多人看完前半段都想要打我你知道嗎 真的很想打他 就是人怎麼可以壞到這個程度 真的很壞 但是我前面他其實進來的時候我就問他說 欸你覺得你人生當中最大的選擇是什麼 他說 他就想了很久 他說當然你要講應該就是說 我走回正途的那個選擇 但其實還有很多小小的選擇 包括你說簽下了父親的放棄 放棄幾舊的同意書 那又是你人生一個很大的選擇 又跟你父親之間的一個牽連等等 所以每個人的人生都有很多的故事 但當然我說句實在話 趙麥哥他的人生故事是已經精彩到可以拍一部電影 嗯 前半部就是Manga 喔算是 後半段就是很特別的人生 從被媒體發掘 繼續在做自己的夜市工作 然後開始做到變成一個半個公眾人物 然後呢又開始 在這個直播剛剛開始的時候 他就搭上了這個這個直播車 成為一個很成功的直播主喔 那我們剛剛前面講說要怎麼樣去練習 其實你不斷的都在接受新的資訊對不對 喔其實就像就像我一開始我講的 我會去看人家怎麼賣東西 對啊 現在我還是會一直去看沒有去看購物台 然後我會一直去看別人做直播 因為直播網路真的是變化速度太快 那個觀眾很容易膩 所以你每天要想新的花招 去吸睛 吸住他的眼球 讓他不要離開 你知道現在每一個年輕人都想當直播主耶 對啊 那你有沒有什麼建議要給他們 其實直播的門檻很低 你只要有手機有商品就可以賣東西 但是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我相信現在我們看社群 每天都會看到很多人在很多的直播 但你有沒有發現 幾乎每天都有新的台出現 但是每天都有舊的台不見 資源整合 一定要資源整合 你這現在不是單槍匹馬 一個人打鬥的年代 你一個人做直播絕對做不起來 因為你要你要有一個長進的一個輔助的 就是可能要你不可能每一樣東西你都記得你賣過這個東西你賣過多少錢 他的本錢多少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人在旁邊提醒你的 包括後台的客服小編 你線上的人也要回應 不能我在這邊講 因為我沒有辦法一個一個去回 就像剛剛他舉的那個例子一樣 對 後面花了三天的時間 線上的小編 後台的小編 接單客服 包裝 物流 金流 你全部都要擁有 你才有辦法把它做大 好 所以他的人生經驗非常的多 歡迎大家 11月14號下午3點到4點半 金食堂台中書店 去看一下他的簽書會